台湾网络爆红素人阿福邓芙如带着首张个人专辑 原来如此来马展开宣传 歌声被誉为是王菲与周慧综合体的阿福 在记者会上难言紧张心情 在清场一小段歌曲后 阿福坦言希望自己能尽快习惯面对群众 克服容易紧张的毛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自己心里是要赶快习惯 就是站在舞台上唱会给这么多人 听乐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音乐 那我其实很想要现场让大家感受到 我对音乐的热情 然后也想把这种感动传递给大家 所以我需要一点训练跟学习 点名欣赏亚洲创作天王周杰伦 和陶泽的阿福表示十分期待 能有与他们合作的一天 至于两人取材是他的折偶对象 阿福笑颜要想出过才知道 我都喜欢因为其实他们两个都非常有才华 而且其实我是完全不只是不看外形的人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就是 他的外形会因为他的内心而改变 所以我肯定是要经过相处才会有感觉 成为最受瞩目新人的阿福 对于是否有信心 摘下2012年金曲新人奖 表示不敢想太多 目前他只希望努力将歌曲唱好 大些支持他的歌迷朋友 很开心可以到海外宣传 然后甚至看看一些新加坡 或者马来西亚的一些文化 那其实之后也会到香港跟内地 那也都希望可以去尝试 不同的食物啊 或者是我真的很喜欢 一些异国的文化 那也真的很谢谢就是 之前一直有海外的朋友在支持我 那我希望以后真的有机会可以 不叫你唱得一样的整体 嗯